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游港玩卓游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KAYE 我是重出江湖的EVERT 我是Anna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叫做Woodcraft 遊戲背景就是大家都是木杖 種樹木製成製品 這個遊戲有輪盤式行動的位置 它是一個旋轉的一條隊 這裡是一個指針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隊頭的Sector 這是隊二、隊三、隊四 每次選擇 你可以選一塊太陽解釋 我選擇這一塊 它就可以執行到上面的行動 以及可以拿到上下相應的BONUS 你會看到隊尾的BONUS會特別多 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升到下一個Sector的最後一格 例如這個情況就是這裡 而隊頭的Action 就不可以拿著 要直到隊尾的Sector清空 才可以拿到隊頭Sector的Tile 一拿完 解釋我下一個人拿這個的話 這個指針就會順利移動 就會顯示 現在這裡才是隊頭 現在這個就是隊尾的Sector 所以輪著去 所以你會看到 比較多人選擇的Action 後來就會鎖住 不可以選擇 而隊尾的時候拿的Action 就會有更多BONUS 每次到你的時候 你就選擇一個主要Action 亦都可以做很多個FreeAction 先介紹一下主要Action 可以做什麼呢 你就可以 例如 升級一下你自己的房子裡的設施 不同的設施 可以令到你 可以切一些木頭 可以黏一些木頭 可以升級一些木頭 或者可以買一些人 有不同的人的幫手 有些人可以每個Action 每個Action 可以每個Action 可以給你 或者有些PassiveAction 或者是會有一些即時的Effect 拍了下去之後 也一定會提升你的Income 在Income Phase的時候 你可以多拿一些東西 或者可以在這個Market上面 買息 看到有一個Market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 根據它的息的大小 來給錢買息 或者是可以賣出色 去賺錢 或者是可以有一個種樹的系統 一開始有一個綠色的盆栽 給你 如果你決定種的話 你可以把其中一粒色 撕開去 撕回來做小一點 然後就種一粒 選一粒一或者二的色 在這個盆栽上面 每個Tin zu cases 會自己弄大 木頭可以質量 要的號碼的時候 你就可以完成一些單單 例如是這樣的 它就會有一個要求 你要跟回相應的顏色和點數 要正確點數 大一個都不可以 或者是有另外一些材料 有了之後 你完成這張單 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優惠 或者做完單除了加分之外 有機會會送一些旅遊給你 去建造你的屋頂 建造的時候 如果能夾到不同的旅遊 和中間的優惠就可以獲得到 像金字架一樣 就可以獲得不同的優惠 遊戲是玩14回合 每個回合只有一個主動作 中間有四個貨幅 就可以跟你的影響 也可以重複你的工具 玩完14回合之後 看看誰最高分的便會贏 遊戲大概就是這樣 Edwin 你覺得這個遊戲怎樣呢 我補充 首先這個作者 VS 這次和另一個人合作出這遊戲 是一個近年出名的遊戲 有Underwater City 還有布拉格 還有上年有個鼠翼 有143年份的遊戲 這個作者都是推出一些很重的歐味 所以這次大家看到的最精彩 就是莫說於這個輪盤 你看到已經是歐味濃郁了 應該是把之前布拉格的輪盤 再發揮得淋來盡致一點 最精彩就是這裡 精彩在於哪裏呢 就是那個行動 剛才所說的就是 它可以做到一個平衡的感覺 就是因為 一些沒有那麼重要 或者沒有那麼受歡迎的行動 它就會給你多些優惠 但是不至於以前波多黎閣那些 只要補一元兩元就算 它這個是有兩個層次 第一就是 它整個大彎裡面 如果是選擇一次的話 它會有一個大的優惠報備 而且就算同一個彎 它被人選擇一次的話 它的排序排得厚 又會有一個優惠 所以它有雙重的優惠 去補助一些比較弱的行動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就是因為有時候 設計一些 一些優惠遊戲 那些行動 有時候 未必那麼直觀 或者未必那麼正確 即是那麼容易計算 這些行動是不同時期 不同吸引度 那它怎麼可以平衡呢 就是靠這件事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 它精彩的位置 還有就是 你可能會想 這些行動 如果後面那麼多優惠 去補助你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那裏 那又不會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寧願益很多人 你都很想做一個行動 因為你看到這個卵 只有四格 其實這個機會是很珍貴 有時候 如果卵頂盡了 你想做都不能做 所以你可能要 為了很想做的時候 你就會強行推卵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這句輪盤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去平衡一些行動 一開始 遊戲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什麼都可以做 而你一開始也沒有什麼行動 會有 bonus 你可以比較隨心所欲 去選擇你想要的東西 到遊戲中段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 就這樣看輪盤 你不單是有平衡 你也看得很清楚 究竟是哪一個行動 是更多的人用 趨勢都在輪盤上 都很明顯顯示出來 我就很喜歡它那個引擎的建築 就是你可以怎樣砌自己的房子 然後就去看看 怎樣去迎接未來的單 因為其實接下來出什麼單 它的單的市場是保持有四張 但是其實單的市場 人的市場其實是保持轉變 你怎樣去砌自己的引擎 去迎合未來市場的方向 都很重要 就是可能有些檢查 可能你會跑一個盆栽 有些檢查 可能你就會玩一下 貼膠水或者鋸木 但是因為其實剛剛也有說過 那個輪盤 其實它有四大Session 基本上一個行動 它頂盡做了四次之後 它一定要等其他Action 向前走 你才可以繼續向前 而升級那個Action 基本上是你按一下 才可以升一級 所以其實是一個挺珍貴的 一個Build Engine 的行動 而這個遊戲我覺得 是很貼心 因為它的資源 是真的很有木的感覺 做事的時候都很有用木製作 為甚麼這樣說 就是因為你把單 寫著要三號黃色木 就是要三號黃色木 四號五號都不行 你要小一點 要用鋸的工具去鋸 鋸對的尺寸 像是做木製品的感覺 它有鋸木 然後放一些木碎 放一些木碎 放大它 放大它 然後用膠水 把兩塊小的 放大 然後放大 木就可以放到盤 摺脂 摺脂 放大它 每回合都會增加 你還可以去市場買 它在遊戲主題上 都配合得很好 還有一些小精靈 去幫忙 或者裡面的錢 其實就是藍莓 是一個錢 整個主題性都很強 我自己其實很不喜歡 一些英國遊戲 是很失敗的 雖然這次市場 做單位市場 是失敗的 人也失敗的 連顏色的市場 其實都是要摺脂 但我覺得這遊戲 我都蠻喜歡的 雖然這麼多東西 好像都是掉下來 但是不代表沒有策略成分 就是顏色摺脂 有小的玩法 大的有大的玩法 大的可能很容易 令你去 復興到一些單位 但是同時間 你要付的錢 就更加貴 你不要看它的封面 或者藝術文 好像很家庭 其實你每一步 都要想得很清楚 要想得很清楚 你才可以做到那件事 否則這個遊戲 其實你差蚊就差蚊 你真的會完全做不到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喜歡它的位置 就是它做到一個 組織的感覺 其實每一張單 它的要求就是 不同顏色的顏色 以及它的數字 你就要想 如何可以 在適當的時候 或者盡快 你要去 湊夠這些數 這些數就是 剛才所說的 因為有很多方法 可以取得到的 而你又要正確是 那個數字 那就是 一個困難的感覺 你不是組織一張 而是一直組織 因為你開頭的遊戲 其實只有四張 你不要以為 搞定這四張就夠贏 遠遠都不夠 你可能要八張 十張 來組織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很密集的組織 而且節奏就是 大家在鬥組織的時候 要組織得比別人多 或者是 其實做得多的單 都未必高分 因為它還有一個 是複製 就是你還要成為 重複製 究竟每張單 是多少分 所以也有不同的方法 要走 我聽他們剛才玩的局 就是 發覺組織的屋頂 都組織得多厲害 都沒有想像中 那麼難組織 大家 但在我玩的局 反而淺那邊 就比較容易跑 證明到 其實在不同的局數 其實在不同的路線 都可以呈現出來 大家可以走到不同的方向 說了這麼多好東西 我就有些負面的評價 想給一下 剛才阿諾就有提到 她的封面很家庭 但攤出來 都給了一個很 歐洲的感覺 大家看到 只看一些 組織的數目 都知道 都不會輕得到哪裏 我就用了一個 重驚的心態 去試這個遊戲 但玩下去 又覺得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重 有少少落差的感覺 始終玩下去 會覺得 因為可能是 我感覺上 那些精靈的幫手 它的引擎的感覺 不會太強 然後 你也沒有太多其他引擎 都是刀片 膠水 斜木 種盆 那樣 那個引擎的感覺 就不是太強 整件事 就像是玩很多 很技術的選項 很多時候 我這個回合 都是想到 之後的幾個回合 就很少說 到遊戲中間 會想到 最後的遊戲 就不會 整體的策略 都比我的期望低一點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 你那一局 其實你自己 是沒有玩到 人的路線 但我變相 其實我自己 真的不斷叫人 因為 做的行動 其實不多 基本上 有其中一個人 走某條路線 可能其他人 就未必 真的跟得到 那條路線 會有這個情況 不過 其實只不過 大家在走不同的路線 做不同的事情 對 買多些人 當然 可能會多些機會 砌到引擎 但是 人的平衡性 我覺得 它是沒有那麼引擎 引擎 感覺是 幫忙做一些 調整的 比較多 始終 如果你說 去跑引擎 引擎的成分 可能是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強 只可以這樣說 我也有少少同意 其實它每樣是幫少少手 譬如你開發到一支膠水出來 其實有些局數是你連膠水都開發不到 即使你開發出來 可能經常的遊戲都是用一次半次 即每一樣東西都可能用一兩下 所以它比較短視一點點 但就密集式的做單 好 我們會推介什麼人玩這個遊戲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很重型的Family Game 它的封面都很Family 雖然它學起上來的Rosey也不少 但我覺得它有很多地方都是比較寬鬆 首先它不是一個很死板的Worker Placement 它是一個有四個Sector的Action選擇 即使你用盡了 可以去操作你的顏色的點數 簡單的設計也比較簡單 也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它本身的成份也不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有玩開Block Game的家庭 都可以嘗試玩這個遊戲 我自己覺得如果是一個Erogamer 而又不太介意炸色仔的話 這遊戲也絕對值得一試 我自己覺得因為K是高手 所以他仍然是Family Game 仍然是Family Game 但我覺得它已經高一級 即是未去到Family Game 但又未知道或是很重 摘色仔方面 我覺得它也不算摘得很多 因為它只是市場推出那一刻 就會摘一次 之後你的色仔拿回來 都是全部靠自己控制 加加減減去買或怎樣交換 都是要自己操作的 除機性不會太高 不會太高 但如果你是喜歡Europe Game 追開作者的 這隻就絕對值得一試 我們今天介紹的就是Wordcraft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 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 裡面聊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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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